對一些報導的關係 我不知道是哪裡來的爆料者 他說我在今年3月的時候 突然從其他平台人間蒸發 然後3月底的時候 又在另外一間直播間悄悄的出現 所以他們很生氣對我提到 可是這個部分我個人是覺得非常的委屈 是因為我在3月26的時候 我確實已經跟前一個平台的負責人 提出我要解約的部分 那當時他也有口頭承諾說 我們這份合約先留著沒關係 因為我擔心你在下一個平台播的不好 如果播的不好可以隨時回來 也很擔心說 可是合約上面有寫到一個經驗條款 那這會不會涉及違約部分 他也跟我說我們都這麼好了 經歷過這麼多事情 絕對不會拿合約來為難我 這只是給我一個保障 如果我在新的平台播不好 我還可以回去 一直到4月份的時候 我在新的平台播出 他又突然在4月5號 又跟我說 他說是否可以聊一下 因為畢竟是我跟之前的平台獨家約 然後可能要回公司再約一下 然後我也很單純說 那可能是要解約吧 我就很單純的回到我上個平台 去做一個解約的動作 可是他卻跟我要求一個很大金額的違約金 有一些粉絲朋友跟大家很擔心我合約問題 我現在也跟大家公開說 我現在已經跟之前的平台已經合約已經解除 那我也支持了一筆對我來說很龐大的解約金 我覺得我們主播已經越來越多了 台灣六大直播平台 每一個直播平台 簽約主播大概一千位 但是沒有一個平台給主播有一個適當的一個保障 有一些很很嚴重的問題 他今天找了這個主播來 然後跟他說 你可以做這個合約條件講給他聽 可能只是書面上傳個訊息給他 然後就說你從明天開始就可以播了 有些主播播了以後 到最後發生問題的時候 經紀人卻告訴他你沒有親簽 因為官方說你沒有親簽嘛 因為其實從頭到尾主播都沒有親簽 到最後的時候他完全沒有韓客 沒有可以討論的空間 小螞蟻怎麼跟那個大公司去比 人家的律師團隊就這麼堅強 你在發生這些事情的時候 直播主只能認了 他們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我 他們沒有一些專業的管道 甚至律師可以去幫他們解決這些問題 謝謝 谢谢大家